喂 委員好 主委 我們還是談談那個農業保險法 剛剛那個委員也有提到 那從104年開始試辦這個農業保險 那個主委你覺得你這樣的試辦效果怎麼樣 因為平均過去一年的農業債損大概是123億 那政府平均補助大概就是會補到31億 那還是有很多的農民大概都沒有辦法補到 但是也有很多相對 其實看起來就是不應該補或者應該要檢討的 所以從104年的試辦這個農業保險這件事情 主委你怎麼給自己打個分數 或你覺得這個試辦的效果怎麼樣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真的如同委員的這個數據沒錯 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農民透過我們現在的天然現金災救助的辦法 他只平均拿到兩成到三成 你還是有七成左右是被天空被收去 所以我們才要實施農業保險 那至於試辦的話 各位報告之前我都會親自每個月召開會議 審每一個保單跟要求的進度 到目前為止大概有三萬六千多個農民參加 有六萬公頃的這個面積加入 投保金有84億 我相信你說大概勉強打分數的話 大概是勉強及格60分而已 其實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要再走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透過農業保險法來加持 因為有保險法以後會可以再保 保衛費率可以再降低 有保險法以後有專責機構來處理會更有效率 是好我們看一下一頁 那農業的基金的成立 就是在上面一題來講 就是說你有沒有設定一個什麼樣的預期目標 因為你說那個我們的行政院版12條裡頭 當農業保險業務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要成立一個財團法人的農業的保險基金 那主委有沒有預期什麼時候 大概預期多久會完成 再來就是說你預期到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的時候 比如說保險金額你剛剛講到已經有84億了 或是保險率要達到什麼樣的數字的時候 我們要來成立一個這樣的基金 然後才能夠更能保障我們的農民 是各位報告我剛剛講84億就是過去四半的累積的保險金額 不是每一年 我們是希望說每一年如果有20億以上的保險金額 那是不是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或者是覆蓋率 有些委員用6有些人用8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設定到10% 各位報告要農民 你剛剛說從6點剛剛那個陳明文委員說我們現在的覆蓋率 就是通保率 有些是用6.2有些用8點多 是因為看他是用面積還是用金額 所以那個有不一樣的計算方式 那我們都可以尊重 那比較重要就是要讓他到10% 那就等同 等於說10%然後每年希望能夠補足那個可以 保險金額比如說有20億 保險金額到20億 我們就會來成立一個這樣的一個財團法人 對 好 來下一頁 好 那 比較關心了啦 因為現在呢 基本上呢你們又採了就是什麼 全部投保或者是部分強制投保或者是志願投保 那什麼時候呢農委會要全面的強制來投保 而且強制投保之下呢你要如何來維持一個什麼財務 我覺得在台灣目前這種環境 你全面要強制投保 南山江南 那個投保金額產品齁 看他是水稻還是香蕉還是鯉還是水產 那個每公頃從1萬塊到3萬5萬 你強制投保叫農民掏藥包3萬到5萬 那個難度很大 而且農業的樣態太多了 七成兼業三成專業 專業的還比較OK 你七成兼業的 所以我們大概有政策性的 我們才會 高科技的專業他願意來投保 其他的他不願意 我舉例好了 像我們之前推動加強型溫網士 那是為了對抗強風 我們加強溫網士的設備補出一半 那他就要來保 那這個某種程度 那因為你會用加強型溫網士 都是專業農 而且都是生產非常有競爭力 這個保費其實就不會是一個負擔 但是如果 因為主委這件事情 全面納保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才能夠提升我們的農業 因為全部納保之後 整個 因為農民也才能夠知道他去風險控管 不然他認為說 我不用投保 我只要農產又損失了 怎樣 我就來跟政府要說 你就要補助我 我跟您報告 我們是希望說農業保險 目前是先這樣推動 真正要保障所有的農民最大的福利 其實就是他的所得要安定 所以如果要真正所謂的全面的農民所得安定政策 那比照日本類似 日本也不是全部都是強制 就是說我現在種多少面積 我有多少人 那政府就跟你保證一定的所得 那你一點點的叫做所得的這個安定的保費 這樣的話 農民就有可能考慮這個 那這個幾乎是一個全世界的創局 我也不太敢這樣直接貿然去做 我們可以找鄉鎮的方式去做 好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講來講去很多就是農民團體 到底願不 大半我感覺上在民間問起來 就是一些老農他不願意納保 不願納保就是他覺得 反正遇到天然災害 他就來跟政府要補助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溝通 我不曉得這個溝通過程 就像主委剛剛講的 其實最理想的一個 我們的農業政策到底應該是怎麼樣 那如果 而且政府這幾年呢 搞不好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政府這幾年也在推廣 青年返鄉這件事情 然後加上這次的疫情 也許我們的整個產業 會重新再重新去做一些改變 那我不曉得那個農委會主委 在這個部分呢 有沒有需要說 我們如何去跟這些農民團體呢 要去好好的去講一些我們這些 農業保險法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說 好我們如何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政策 能夠去跟他們去做說明 各位報告 您這裡的農民團體可能是農漁會 我們這次的保險法有一個優點 就是不只保險公司可以乘坐 農漁會也可以來乘坐保險 因為農漁會有一個功能 它不只是推廣信用 它還有一個保險功能 所以所有的農漁會都很樂意來參加 那我們現在辦的那個香蕉收入保險 就是一個政策性的 本來只有四個還五個鄉鎮 後來聽說農業要辦 三十幾個鄉鎮區農會 願意站出來配合 所以農民團體的配合絕對沒問題 我覺得比較大的挑戰 是怎麼去說服農民 尤其是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 感險分炭的農民 讓他掏藥包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有專責機構以後 我們去做推廣會更有幫助 更重要是農委會要去設立那個運作的機制 讓農民願意來參與 所以坦白講 法案通過工作才是開始的挑戰 OK好 其實這個農業保險法本席是相當支持的 我也希望正面的去推廣它 謝謝 謝謝委員